那我問一下疫情 怎麼觀察紅色的滲透 事實上確實中國影響 台灣的選舉的影響幅度 廣度跟力道是不斷的加大 是 我給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要來說這次的 我先說這個王立強 因為他的年紀比較輕 所以有人說他不可能是所謂的 那個間諜什麼 我給大家報告 我們去回想2013年 有一個美國的CIA 跑到香港 然後跑到俄羅斯尋求政治庇護 他幾歲他30歲 史諾登30歲 他就已經朝一朝 尋求政治庇護 不是一樣 尤其我們台灣可能要了解 一件事 我先重新一件事 是說憲主席 我們在說所謂的滲透 滲透跟過去的滲透跟過去的間諜 然後匪諜就在你身邊 有一點不太一樣 冷戰時期的匪諜就在你身邊 理論上比較困難 因為那時候匪諜要到台灣內部 一定要游泳過來比較困難 但是憲主席敵人就已經在境內 我們記得入圍分的時候 國安會覆避書廠 葉國新的那個 像是敵人在境內 為什麼 這個概念是來自於 因為在網際網路的時代 對不對 這個網際網路的 所謂的資訊戰 是滲透國界 是穿透國界 所以敵人已在境內 這件事情根本一點 都不需要懷疑 第二 就是說現在的 所謂的後冷戰時期 如跟美中的對峙 是未來的新冷戰開端的話 這個新冷戰跟過去的冷戰 也不一樣 因為隨著所謂的資金的整個經濟後冷戰之後的那個整個經濟全球化 資金的往來 然後經濟的互賴當中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 其實是包括資金 包括滲透 是用生意 是躲在各式各樣的那個整個所謂的經濟全球化之下的各種交流底下來產生 再來我們要了解說中共在說滲透的時候 拜託一下 中共好像在很早之前 他們的解放軍出身 他們提出一個概念叫超限戰 那個超限戰裡面不是說軍事實力的那個戰爭 跟傳統的那個間諜 然後窩藏在你的身邊等等之類 這個都已經不適合他們在講的是一個很重要的 叫認知領域的作戰 什麼叫認知領域的作戰 中共把這個認知領域的作戰叫做認知域 這個認知域的這個作戰 其實是憲主席 很重要的一種所謂的那個思想戰 心理戰以及政治工作 所以你有看到古年的時候 台灣到現在台灣社會裡面產生了很多 明明很簡單就可以理解的事情 為什麼意見分成到非常的極端 整個被分化 其實這都是認知領域 被中共長期過去這幾年 尤其滿久八年任內裡頭 引進了很多打著交流民意進來的各式各樣的滲透所影響的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美國包括澳大利亞 我認為澳大利亞這一次 讓王立強在這個時間點出來 是不是有幫助台灣的大選 我不知道 但是理論上我認為不是 如果你去了解澳大利亞的話 澳大利亞其實是 我看僅次於台灣 澳大利亞紐西蘭是被中國滲透 可能是為二為三嚴重的國家 所以你知道澳大利亞 其實是二零一六年 不是現在哦 二零一六年全世界 其實有一個重要的議程 就是在討論中國的滲透 而且這個中國滲透跟過去不一樣 他們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 叫sharp power sharp power就是說這個滲透 跟過去的形勢不一樣 他不單純的是 可能是間諜 有一種是交流 有一種可能是打著某個民意 那個滲透到底是什麼滲透 他說這個東西叫瑞實力 他是利用你的民主社會 裡面言論自由的空間 新聞自由的空間 所以走來你這裡 給你設立新聞媒體 來給你做中共官方的宣傳 然後替中共來整個擦粉等等之類的 然後來抹黑你 他打著新聞自由 所以後來他們才知道說不行 這樣的一種新的形式的 中國式的滲透 這個中國瑞實力 那需要用新的法律 所以引入所謂的 那個像澳大利亞 那個二零一八年的六二十八 我弄了好久 終於通過了一個東西叫做 反境外勢力干預法 跟境外勢力透明化法案 就是美國的外國代理人制度的精神 澳大利亞 然後他的前總理 所以澳大利亞其實 對於中國的滲透這幾年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你知道澳大利亞 他並沒有 中共並沒有宣稱 要把澳大利亞主權給拿去 並沒有宣稱澳大利亞是那一部分 但是他宣稱台灣是他一部分 當然他會對台灣加大力度 所以我大家報告一下 去年包括他這道揭露 一件事說韓國瑜拿兩千萬 拜託一下兩千萬 韓國瑜說他拿一毛錢的話 就退選 但我跟你講重點是 人家可能是他有講 他用電匯嘛 人家要進外匯進來嘛 所以當然你沒有直接拿 可能用支付寶或微信支付 沒有他如果有很多間接的手段 就我知道 比方說國台辦或者中國官方 要求台商贊助斗內 幫忙一下韓國瑜 那個老爸是搞那個可能是銀劍方面的 然後他有一個同學在東北投資 然後他就來說你怎麼跑回來 他說沒有啊 就那邊叫我 那減稅五百萬 其中三百萬 來嫁夫給什麼人 要兩百萬給你賺下來 就是用這種方式 那你怎麼找得到 那是台商來幫你那個政治獻金 好像可能是 OK 如果是三百萬可能也太多了 但我的意思是說 他是透由台灣的台商的 這樣的一個身份 不管怎麼樣 去年其實你明顯的感受到 其實那場戰爭 其實是什麼呢 是中國大贏 去年的選戰 2018年選戰是中共獲勝 然後他確認一件事情 用選戰把台灣拿下來 是可行 而且具備可操作性 所以大家不懂不懂 而且他確認這件事情 網路上的攻防 對台灣的選舉 影響非常大 因為2018年12月18號 2018年11月24日酸牙了 2018年12月18號 才是習近平第一次對台灣講話 他不是今年的1月2號 叫什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那是之後 第一次講話是牢牢掌握兩岸關係 發展的主導權跟主動權 意思是說我可以用選戰 把你給打下來 所以去年他用什麼東西 選戰兩支腳 空戰跟陸戰 空戰就是什麼 原來網路的滲透 然後網路滲透 透有網路在燒到哪裡 傳統的主流媒體 都要喝中共的大外宣 過去我們以為他們只是意識形態頂管 情感頂管要統一 後來發現不是 比如說賣先輩的那個媒體 可能是中共的大外宣 你看他設立的時間點 跟中共二零一九年一月宣稱 要搞整個世界的 那個整個形象的工程 世界大外宣 那個整個大外宣的時候 一模一樣 所以意思是他那個東西 而且這裡頭就我知道 還有一些是很難釐清的 比方說網路上的工房 有很大的兩個平臺 一個是臉書 一個是Google 但是臉書跟Google的廣告 金流都可以在海外 就是說我可以前台投放素材 然後我在海外設定這些素材 但是我的素材就對臺灣地區的這個 所有受眾投放 他可以 然後臉書跟Google的金流平臺 都在海外 都是臺灣查不到 所以空戰的這個金流平臺 事實上臺灣內部很難去追蹤到 是 沒錯 然後所以你看他第一隻腳 從網路媒體到傳統主流媒體 再稍微網路媒體 所以你看韓國瑜去年的網路聲量 九月中的時候 到九月下午整個八千 到十月中就有韓流 然後我們的主流傳播媒體 一小時的新聞 六十分四十分都韓國瑜 連韓國瑜喝個飲料 翹小指頭也要報導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稍微網路 然後整個上來之後 第二個 他以臺灣也要八年任內 其實他在臺灣建構了 所謂的八大滲透系統 八大滲透系統 我們剛才說的公廟 台商 學校 這些東西剛好 都王立強裡面說 就他單一個人 他直接接觸的有誰 就有這些人 他有學校校長 有政客 還有什麼公廟等等之類的 不管 然後你自己想一下 當他講那一些學校校長 政客的時候 你來想想看 為什麼王立強出來之後 臺灣社會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第一時間跑出來說 他是假的 他是假的 跟中共口徑一模一樣 哎呀 這個東西會不會讓我們覺得說 此地無銀三百兩 難道他們可能就是他們接觸的限制 我們都會合理懷疑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去年的選舉裡面 人有空前 人有六前 所以他有辦法打贏選選 選選了這兩隻腳 所以你會發現王立強裡面 他講的說 他們在操弄台灣的大選裡面 就是海陸空三軍 然後陸軍空軍一模一樣 海軍他講的是從香港會兩千萬給韓國瑜 那個韓國瑜自己要出來成金 就是說你認為國內的政黨競爭或者鬥爭 是一個內部的層次 民主社會 而且民主社會各種路線 我剛剛講的是要查清楚 所以要查清楚 其實最簡單 而且不要這樣牽扯郭芬 因為我覺得這樣是去吃負支持者 支持者會有很多的心情 他們能夠辨認什麼是好的台商 什麼是被赤化的台商 其實只要郭台銘或郭芬 或者是國民黨 或國民黨在那個整個立法院 已經提進去 比如說我們的境外勢力透明化法案 他其實就是那個整個美國跟澳大利亞的 外國代理人的這個精神的法案 這是參考他們的 趕快把它通過 國民黨率先 要求民進黨趕快通過 郭本 郭台銘 郭董 也要求趕快通過 我跟你講就在制度性上面 大家就會彼此有信任 用制度性的來排除中共外國 可能對台灣的這個整個概念 所以就支持國家軍進國會就對了 支持基金黨 因為你們沒有那個 那你們要先來 支持那個境外勢力透明化法案 我覺得要把境外勢力透明化的這件事情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東西 你們到現在還在搞清楚 這就是美國跟澳大利亞的那個 還有一個東西 為什麼我們對台灣的政治人物不信任 很簡單 因為他個人的利益 是不是在中國投資 個人的在那裡自產 所以台灣的那個 這個綠營的政治人物 也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提出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一直主張 台灣的國外議員要參選的話 很簡單 你在中國的投資跟自產都完全揭露 第二個如果超過一定比例 還有參政的資格嗎 難道不能夠進行限縮嗎 很多人說陳毅錡 你是不是要把參政權給限縮 傷害人球 說沒有 美國有沒有進行參政權 訓練說你要參選美國總統 你能夠在外國出身嗎 不行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縱使一個公務人員要標工程 你要當政治人物 那你就要進行迴避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的政治人物 我們要選國會議員的 我們要選總統的人 在中國有那麼多的財產 我們竟然允許他 難道不會有利益衝突嗎 這都是民主社會理論上 不應該出現跟產生 你自己想一下 如果那個整個美國國會議員 有大量的資產在中國 你覺得美國的那個 整個選民會怎麼看他 台灣就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制度 所以如果我進國會 我一定做一件事情 強迫推動一個東西 就是陽光法案 要求超過一定比例在中國的話 那我們一定要剝奪 或者說限縮他的參政權 這很簡單 因為這是要確保 台灣的國會議員 一定是站在台灣的利益 不會因為個人的利益被綁架 我覺得這樣就很麻煩